来看到今天的香港传真 78岁的北京大学反右受害者张强华 1960年因为言论被中共重判15年 2004年写成《炼狱人生》一书满之血泪 9年后他终于一圆香港梦 在香港的自由土地上披露一个老右派的苦难人生 《炼狱人生》是张强华一生的心酸血照 1957年入读北京大学期间 他因为写文章为胡锋平反 以及主编校内刊物春雷 年仅22岁就被化为右派 叛挠教两年 1960年跟银河同伴谈到有意逃难来香港 一夜间又跌入深渊 其后他被中共以叛国罪 重判15年 先后被关押在北京 上海 安徽等监狱 或者生不如死的生活 大便是三个人还有一个坑 华天下是大忌 四十二十个平方等四十六个人 这是什么样的生活 早上起来这个别自己兴出来的别家 都是跟你一样的 这个四十六个人身上都壮啊 去年他打算来香港参加反右座谈会 但却被公安阻难 中英在近日趁着港澳游 议员香港梦 他希望中港两地能够早日实现民主 新唐记者梁珍在香港报道